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我们都晓得一个人生活要过得有情趣的话 他最主要是他除了认真工作之外 他应该要有一些生活的情趣 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情趣可以让你在漫长的人生当中 维持一种生命的一种热跟光呢 我想这就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选择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贵宾 他一方面服务他的箱子 然后担任很长期的担任里长 可是他却在他的老家成立了一个牧石博物馆 把他多年来喜欢石头 喜欢一些漂流木的各种收藏 免费的公开的展示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动作 反而让他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 你好奇吗 我们现在就来跟各位介绍 牧石花园的博物馆的馆长郑荣次先生 但是我们先请大家看一段相关的影片 走进新竹湖口老街之间木造老房 50年代的小童趣 陶瓷 书画 生活用品 占据各角落 就像一座小型博物馆 这是屋主 镇荣次开放给民众 免费参观 88年因为有经过很多地震 都有点起血 所以我们上文件会去争取了这个经费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看到 没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看 我父亲都在骑楼老人家坐在那 进来看我里面有后发言 想起父亲的好客 多年前镇荣次提供老屋当展场 每逢周末就回来招揽游客 入屋参观 屋内展品从当初两千多件 到现在两万多件 增加的四分之一 是来自游客主动赠送 像这组十二生肖贝壳 是许多热心民众集结完成的 我本来在跳蚤市场找了三件 在国外去旅行又找了三件 我想有生之年 能够把他把十二生肖贝壳 那么游客来这边参观 他说数来数去还差六个 我说没办法 不好找 第一个蛇很难找 老鼠很难找 在两年前十二生肖 整个祖国才完成 这个我很高兴 连好几天我睡不着觉 而这件天眼之灯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这可是镇馆之宝呢 它曾让许多大人物都爱不释手 这几个远从非洲来的巨无霸贝壳 让人开眼界 以及这尊稀有的黄阳墓 观音佛像 是游客专程送来结缘的 谢先生 他再来到我夜下来一跳 他说镇先生我慎重给你 我说这个在古董里面 这个十万二十万还买不到 这些东西 他没有大家分享 我说这咱们就需要 是在古董里面 帽子 都要分享 鳖子 小伙伴 雨 小伙伴 满坑满谷的收藏品 阵容刺不假手他人 整理布置全品感觉拼装 这几年东西越放越多 原本一层楼的展场 扩增第二层 道士老宅后花园依旧没变 原始 崇明鸟叫 别有洞天 养猪养鸟 措手都在这边 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边发木都是游客送给我的 它这个房子是木造的 它是土墙 为什么我花园这一块土墙 我不要去整理它 让它去看 尤其很多摄影家 常常来这边逛街 这一道墙他最喜欢拍 他都要看这些东西 我对这些演艺一较不同 但是我抢什么做什么 把它修修修修修 那么我都把它保留下来 以前养猪养鸡鸭的地方 包括那个井水 天井 一道墙我都把它搭配 变作一个艺术的发言 无法去表达那种内心的激动 因为像这种古老的东西 现在已经很难看得到了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小的时候 有住过这样子的房子 郑先生可以收这么多 古老的东西 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点 能够保留的这一片墙 更让我感动 对 这种荒草 还有稻草 这个一百分之一 这个是摄影 就是主顾 很像漂亮 这个是天大的树 虽然这里的一景一物 得来不花一分钱 但是这种次大方开放自己的家 让游客来这里自由寻宝 导览述说 湖口老街的风华 更能体会客家相亲 爱物习物 与浓厚的人情味 好 回到现场 各位真的觉得很棒 对不对 各位知道吗 这个在湖口的牧师花园博物馆 16年来 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次去参观了 而且完全不收费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构想 我们在现场就来跟各位介绍 牧师花园博物馆的馆长 郑荣次 郑馆长 馆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馆长这个博物馆 有16年了吗 16年了 1990年嘛 对对对 好 可是我看了一下 关于您的相关的资料 您是湖口人 对 可是却当了新北市 在新北市当了三任的三届的里长 是的 我在民国67年到79年的三届里长 那我做把这个卫民服务 李丢辈耶 李丢辈 那但是老家一直在湖口 是 常常回去吗 在当里长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回湖口 那个几乎 因为老人家住那边嘛 我们都回去关心一下 你在当里长的时候 应该很忙嘛 对不对 很忙 在当里长的时候 我还在工作 对 还在工厂上班 对 我就说就很忙嘛 可是在那个时候 就开始在收集石头吗 是这样 当年的话 每逢这个尾牙 过年前 发动大扫除 大扫除里边 都捡到的这么多 这个玩偶啦 什么东西 我都当当的珍贵的一个宝 就是很多人大扫除 会把它丢掉 对 人家丢掉不要了 我就捡起来 所以说会捡到很多的玩偶 是 那石头呢 石头是怎么收藏的 石头它是我当年 在平林去露营 在核场里边看这个石头 我都很喜欢 到头看那个 那个石头要搬出来 也是不简单 又重量又很重 从那里开始 加上那个漂流木 在台风天在野流 它捡到这个漂流木 所以我都是对这个 产生这个兴趣 捡石头 然后捡人家丢掉的废弃的 人家不要的东西 然后捡漂流木 是 这个收藏都不花钱的 都不花钱 对啊 你都不花钱 对 就这样子常常收 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以后 你就把它放到老家 那时候刚刚开始的话 才两百多件 后来我一直开放给人家参观 还有我带跳蚤市场去找的 比如说游客赠送给我 听我说的我的故事 就大家来分享 那你自己刚开始的时候 在收藏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类呢 其实那时候 我没有把它分类 没有分类 就放在那里 对 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我才分类 现在有多少件了 有将近两万多件 那很惊人 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这一天的话 我这个成立的话 我想我要回馈家乡 有东西分享给他 是这样的 好 是在1990年成立的 对不对 对 1990年 那时候刚刚 福国老街刚刚开放 那天我都 就开始着做了 那90年的时候 你的刚好里长也卸任了 对不对 里长的工作也结束了 那都已经 里长已经卸任了 卸任了 那你在准备回湖口 做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想过 想要做成一个 什么样的博物馆 其实我都 做任何事情 我都说想什么做什么 没有很刻意说 我今天会有这种的成果 所以我都把它一点一滴 滴出来 再加上那个平民媒体 很多政治人物 我都来观赏 那么都对了 我都把这个信心 都带出来 那么游客也说 除了来成观以后 都是比这个 我说不用啦 我说应该的 他说需要 我都不进来看 不知道 进来看才知道 里边洋洋大观 因为从200多件 然后慢慢地收藏到 2万多件 是 很惊人 刚才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还特别说 一楼已经不够用了 一楼都不够用了 然后还盖了一个二楼 对不对 对 加了一个二楼上去 因为建树越来越多 那么游客赠送给我 我像这东西 这是一种珍宝 我也把它 这东西 要怎么办 我从一楼 要增上到二楼 二楼不过又在 我三间房子的第一间 又在增售 这样 哇 这样的博物馆 真的是 就真的就越来越像 一个大的博物馆 原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这个博物馆 我也就会产生 所以你当馆长 那都是你自己 在亲自带导览吗 对 其实这个馆长 是我们当地的 还有游客 大家跟我称呼 我也不敢声 到我这个博物馆 这么一个馆长 OK 好 我们待会儿回来 再继续来跟郑馆长 来谈谈他的收藏里面 有没有一些 很动人的故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文人正事 我们继续来跟郑馆长 来聊聊他多年的收藏 你的老家 那个馆 馆所在那个老家 我看那个历史很久了吧 那个老墙 我们那个老街 有一百多年 当年否刺站设立 刘明船 清朝时代 对 明前十三年 1893年 设立了否车站 否车站在那边中 跟到日记时代 公元1929年 这个否车站 日记时代是说 做了民国十八年 台湾还没有光复 对 因为否车的爬坡 爬不上来 所以把它改到 那么可以改到 本来这个老街 不叫老街 当初的名字叫做大福口 大福口 大福口 对 那么因为否车站迁移以后 那是当地的时候一个 很繁荣的一个市区 是一个商签 那个建筑物是巴勒克的 所以否车站一千余 基里我们现在的老街 有三公里 整个老街都萧条 就没落 没错 是这样 对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在新竹念高中的 我每天都搭火车 从扬眉到新竹 会经过湖口 但是他们就说 我那时候同学就告诉我说 湖口有两个 一个是新湖口 一个是老湖口 对 就是你讲的 新湖口就是因为火车站 后来迁到那里去了 是 对 所以老湖口就有一点点没落了 对 可是老湖口后来 因为政府把它规划成一个 老湖口的一个旅游的点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很多的电影 喜欢到老湖口去拍 那个老街 对不对 尤其有一部片子 梅花 梅花嘛 就是刘家昌导演 对 他在那个老街 然后坐在 还有宁兵日记 宫阳发谷 很多电视剧 以及有上三百多部的 拍那个老街一个街景 都在那个老街拍的 是 对 所以那个老街就是您的故乡 是 然后也是 我想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湖口 老湖口去看一看的话 真的很漂亮 老湖口的整个景致 那个老房子的规划 都都相当的漂亮 好 所以你的木石花园博物馆 就在老街里面 老街里边的半中间 在老街里面的中间 对 好 很好找吗 很好找 从教堂过来 在教堂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佛车站 就半中间 当年的话 在日记时代是一个游击电信局 现在我正对面一个叫复兴戏宴 就在那个位置 很好找 做这个福果老去158号 好 那你当时决定要开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就决定不收费 对 我都是不收费 那么公厕 当年老房刚刚开放 游客很多 但是 找不到公厕 那我都把增加两个 本来有一间厕所 房子里边 后来我增加两个 两间的话给大家方便 给游客使用 对 所以我交很多朋友是这样来的 大家来上个厕所来看展 对啊 就跟你交朋友了 尤其我们出外 山不变 一下车都会找厕所 对 但是我就是说 我家里边有厕所 你们在用使用 他说要不要收票 我收收门票 我说不用 完全都无法提供给大家 那你开始从200多件 然后慢慢地增加嘛 是 这增加的这个过程里头 都是自己收藏的吗 自己去找吗 当初从200多件都增加 就是这几年累积 那么很多游客都把他这个东西带来 他们自己会带 会带来 他甚至还有一些 叫我 你拜托你到我家里 就这样 因为他们不方便来 但是我们很多游客来这边参观以后 他不是来看一次 还会带家人 带他的朋友 以及很多组团 游览车来 来这里参观 哇 那就越来越热闹了嘛 越来越热闹了 最多的记录 一天有44部游览车 但是这个游览车来 他不是一汪风 都同一个团体的 分开来的 它是分散 全台湾省各地社区 他们办活动 因为我的房子都很窄 三间房子 但是你的空间 因为我这个收藏品 这些古董 那么几乎的话 走路都要小心 对啊 因为人太多的话 就很容易摔破 打破 对啊 就很麻烦 所以你每一次 每一次有管控那个人数吗 有控制进去的人数吗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吗 没有 我听说有很多的游客 参观过以后 他们自己还会把他们的一些收藏 送给你 让你来收藏是不是 尤其像一个花蓮一位 那个原住民 他来两次参观 听我说这个内 我博物馆的内容 过来一年 他都打电话 都又来了 都吸盡了一个石头 台湾 我都很新鲜 这个很天然的东西 但是他送给我 我很高兴 不过呢 游客看到这一块石头 他说这个台湾怎么 还有经过那个 雅石 这么玩石头的一些 他也来观察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 完全 他说哪里来 我说人家赠送 他说你卖不卖 我说我没办法卖 我的东西 人是人家赠送给我的 我不可能卖 到时候给他观照 OK 所以那一块就是叫台湾石吗 对啊 台湾石 就是我们现场 我们有带来吗 今天你有带来吗 有 就在这里 他那个中间 那个台湾是完全天然的 是的 完全天然的 哇 那真的是 他们也 大家说 所有的游客进来 以后才得了解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对啊 他怎么这么奇怪 最终能有那个东西 就不是造假的 所以就是游客送你的 就来参观的游客 回去之后 把他这个收藏送给你了 对 他都把东西带来给我 很感人啊 那两万多届里面 最大的有多大 最大的 最大的收藏 最大的东西 大概有多大 就是海螺 海螺 海螺 它是非洲印度洋的 那民国一百年 就是春节年初 一位谢先生 他当来送来给我三个 赠送给我 我也把它拍到一张相片 赠送给我的相片 不过呢 我说这些东西这么尊贵 他说他朋友送他六个 他分享给我三个 大概几乎他都说 这个大海螺 是要经过五百年 在非洲印度洋 深海才有这么大 让我也很高兴 我说这些东西 这么尊贵的东西 他说交朋友嘛 大家也可以大家分享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 你做这个博物馆 然后公开的展出 又不收费 你晓得你不是牟利嘛 你不是拿来赚钱 对不对 你没有拿来赚钱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从来不这样 因为你没有拿来赚钱 所以别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送给你 是送对了 否则的话 你如果拿来赚钱的话 别人会觉得那干嘛 还送东西给你赚钱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你不收费 你把它公开的展示 因为很多游客问我 他说你给人参观 你的东西又不卖 我很喜欢跟你 够爱 我说对不起 我应当这个东西摆在这里 人家送给我不能转卖 我不得以金钱为目的 我说是回馈家乡 都交朋友 围着我的人生 因为我的个性 一向都是 当年我祖父还在的时候 小时候跟我讲一句话 希望你搭入社会的时候 能够激功好意 做些好事 铺桥造路 但是这个四个字 铺桥造路 在我小孩子 我都还不了解 这个四个字的含义 铺桥造路 当我在成长 在社会里边 我才知道我祖父 给我这么一个提示 所以我也都是 从我当里长之前 我就是一向都很鸡婆 都是 当时我在建国里 有一千三百多户 那么我都把它 繁进了 把它整理好 那么把它办一些活动 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社区 一些产生 所以我们每次 每年的话 以前就不叫支援回首 它叫做消除张烂 那么我们每次比赛 在板桥市 清洁比赛的话 我们都拿第一名 好 我们访问了一个 非常急功好义 非常喜欢鸡婆管事 但后来做了里长 可是更重要的点是 他把它的收藏 公开的让大家来观赏 我觉得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 非常重要的 在国外我们看到 很多的收藏家 到最后的时候 都会把它的收藏 捐给一些博物馆 美术馆 其实就是充分告诉了大家 有很多的艺术工艺 它的这个价值 其实属于公众的 我想馆长做了一个 很好的示范 我们待会来 再继续跟他聊天 好 从当初的200多件 到现在变成了2万多件 我想郑馆长这个毅力 毫无疑问 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我听说这2万多件里面 有6000多件 是游客送的 是的 游客 就他们搭配游客看了以后 觉得有意思 就把他们自己的收藏送给你 让你可以展示 对 那如果扣掉这个6000多件 2万多件的话 那还有一万4000多件 都是你收藏的 是你收藏的 还有我的老师 我小学同学 我的中心 他们收藏送给你 对对对 他也一样送给我 所以加上才有这么多东西 而且都是没花钱 不用花钱 对啊都是不用花钱 我从来没有去用花钱 很多人说你到全世界 大概走透透 就这些东西 你买这些东西回来 我说我不是 我说就是游客送给我以外 那么还有其他 亲朋好友 对对 好朋友 这样 那你现在还会去捡漂流木吗 现在 现在漂流木 没捡 政府禁止不给你 所以也不能捡 公有财产 对 那石头还捡吗 石头现在没办法去捡 因为我腰有的 受的霜 OK 年纪也比较大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别人送的 对对 你现在的馆 那个博物馆 它是开放时间是怎么样开放 一个礼拜开放几天 一个礼拜都开放两天 什么时候呢 周休二日 就两个周休二日 还有连续假日 连续假日也开 过年的话 开放六天或是九天 就是这样 平常一到五不开 平常我除了一些社团 事前我我预约 有来预约的话才开 我都会回来开放 那你等于也没有什么假日 你假日反而在忙在馆里面 我说你没有休假 其实这个里边的管理 都是我一手去打造 尤其这些作品 不管都有制度 会存 我每天一个礼拜 起码要稍微整理一下 保持这个 很多人说 怎么这么看净 我说这个东西都是要把那个 他说再进来看 我说这么 这个房子有这么多 多件你怎么去管理 我说平常心 你要手要去动它 就自然都很 两万多件你每一样都知道吗 你每一样都记得吗 两万多件 我知道啊 都记得啊 我都记得啊 我都会讲说 这个是某一个人哪一个人送的 那你很厉害啊 我的记忆啊 我里边电脑的 我也没去玩电脑 我都把它 每一个见 这个是台湾台北 发动过来的 都是这样 你都记在脑里 记在脑海里面 是啊 哇 那真的很厉害 你的记忆也很惊人 还有 有一次 大概五年前 法国 罗夫公的馆长 那外交部带来 带来我也不会讲 因为我也听不懂 不懂法语 后来上官以后 他都问我 那个 那个翻译的外交部 到翻译官 他说你这些东西 从哪里来 我说这个东西是小玩意 没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太好看 因为我法国 巴黎 罗夫公 我有去看过 那是世界级的 我说这个算什么 他也看到 他没看到一个 纸牌座的巴黎铁塔 他说我 问了跟那个 外交部的翻译官 他说没有看到巴黎铁塔 我把我巴黎铁塔拿给他干 也是纸牌座的 他很高兴 中油这东西 他都把这一件 101大楼 跟我 他拿那个 我拿巴黎铁塔 他拿这个 101大楼 他很高兴 都跟我合照 所以他很高兴 他说 这个东西才好看 是这样 OK 好 你刚刚说了 纸牌座的 是的 这个就纸牌座的吗 全部纸牌座的 是什么样的纸牌 就是这个四色牌 大家看这个四色牌 其实 这个东西是老人家嘛 对对 以前的老人家玩 对 有一些客家 但是我儿子他不会赌博 他都 人家不要的东西 玩完的话 都一桶桶给他 我儿子都把它剪 把它挑的颜色 当初这个101大楼 有三座 做了两座 它是用这个 一张这个纸牌 这个长度 要靠这个手工折叠 要再去串联 但是很多游客来这边 他会数啊 这个没有101大楼形状一样 到55层而已 然后没百叠 我孩子都发 他说 你不相信我一下子 三个月以后 我让你分享101大楼 他这个用不是一张 是靠这个二分之一的牌子 去折叠 二分之一 对 这个完全要手工的力量 要这个耐心 所以完成了就某一个 那个福瓜 综艺大局 他也来采访过 那么很多游客 他都卖不卖 对不起 这个101的卖给 我说对不起 这个我要做我的正常 这个完全是 对 百分之百 101 而且是儿子为你做的 对不对 儿子做给你收藏的 对 当然舍不得卖了 就是这种四色牌 就是我跟各位讲 我特别有感觉 因为什么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的外公 我每次去看我外公的时候 他就会蹲在原板凳上 蹲在椅子上 在跟一些老人家 在玩四色牌 将士像狙马炮 是啊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认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外公就会拿这个字 指牌给我看 说这什么字 然后我就会讲说 像或者是士 我就这样认的 所以我对这个四色牌 我是很有感情的 他就是 你儿子就是用这个 一个一个折 对 靠这个手工的力量 那很累 他这个串联 不是那么 没有 像这个我也有带来 每一个他折叠 在这串联 来 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折叠起来的 对不对 对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 你看他这个就是 这样子折 他一个一个这样折 折到对角这样折 对折 对不对 他对折这样 他这一个 他这一个 比如说这样折起来 然后这一个 再这样插进去 再这样折 再这样折 他就会折成一个 这样子对角的折法 这是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然后就折成这样 一排一排的 对 然后再 他要换算 一块 换算他比例多少 对 还要算这个比率 对啊 所以你知不知道 像做一个这样的101 他要做多久 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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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还做什么 巴黎铁塔 是 巴黎铁塔 还有这些小品 苗椅 什么东西 还有糖果盒 这个不是 我今天是带这几件 他做了将来一百多件东西 就是说所有东西他都可以做 他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就对了 是 是 是 这真的不容易 这个折的最后这个手都会割破吧 所有时候手会长紧 尤其 他是一个男孩子 一个男生 要靠这个手工的力量 要很细心 他对这个产生这个兴趣 然后他都是用这样的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转折的方式 把它固定下来 对 固定以后还要上胶 要上一点胶 要上胶 要上一点胶 那他做的最大的是什么 纸牌做的最大的是101吗 101大楼 还有一座比较大的 更大一点的 大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带来 没关系 比较不好带 对 那大东西做的比较辛苦 小东西也可以做 是 他的作品 他都在我们博物馆前面 现场做 游客都跟他拍照 就他现场还可以 还可以做给大家看就对了 那这一定有很多人 会想要跟他收场 但是可惜他就是不卖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些 你在现场有你儿子 以前做这种纸牌的 给大家做观赏以外 你现场除了可以看静态的 就静态的收场以外 都是静态的东西 对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一些动态的活动 没有 没有 就没有了 是是是 那游客通常在你们这样子看的话 大概花多长时间 最适合的大概花多长时间看 你觉得留多久最好 结果没有办法去异固 你完全没有分类 我的意思说 比如说有石头区 木头区 创作的一些区 你有没有分类 分成不同的展览界 很多游客跟我建议 他说 郑先生 你有字画 有石头 有纸牌 还有陶瓷 还有木木雕 那你怎么去分类 怎么不把它规划 我说我也上到年纪了 我没办法去 分类太辛苦了 我说我想什么 做什么 把它 有的地方 我都有把它规划一下 把它集中在那里 所以我这个101大楼 一进来可以看到 第一座 10大楼 进来第二个房子 那个第二段部落 有一个第一林大楼 到楼上有一个 还有一个 所以我把它东西 没有办法说 全部把它规划 再统一 我本身也没有学到什么 所以我说想什么做什么 做出来 今天我不晓得 很多那个平民媒体 来报导 报纸都来报导 他说你怎么去收集 这些东西 同样 所以联合报在5月23号 他也来采访 我也不晓得 这个报章 有会报导 这么这么 我其实我真正的 有东西 很用心 我做 刚才有讲 很多朋友说 那你怎么不设一个 又不收费 你起码弄一个 监线箱嘛 我说我也不要 我说我 我里边没有监视器 他说你不怕拖吗 我说 既然人家参观 不要帮他去 是小偷 我们平常心 要有人性 楼上也是 我房子有150几坪 就很深 都没有去 没有去 他说你没有钓吗 钓过吗 没有鱼丝吗 我说到现在没有 我很高兴 你很诚恳地对待客人 客人就会很诚恳地对待你了 我平常我还有茶叶 那个游客来玩 他们带着茶叶来 拆着茶叶来的话 我有空的话 还泡茶 给大家分享 我说连茶叶也是游客送给我的 我说我才说 今天我们访问你最开心的就是说 因为你真的就是没有私心 你没有私心的时候 其实游客也会被感动 游客也被你感动 他当然也就会很放心地把这些东西带来送给你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拿去赚钱 对不对 你不会拿去牟利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相互的 这是一个相互的感动 好 待会儿回来 我们来继续再跟馆长聊 虽然馆长身体很健康 也充满了热忱 可是这个馆如果要长期地往下发展的话 毫无疑问 他还是要有一些长期的规划的 他的子女们开始有兴趣来继承这个一波 做这个相关的博物馆吗 马上回来我们来跟他继续聊 好 欢迎回到文人正事 我们继续来跟今天这位非常可爱 非常诚恳的郑馆长 他收藏了这么多年的收藏品 两万多件了 完全不收费的 在他的老家湖口 老湖口做了一个牧师花园博物馆 让大家各位一起来参观 那正因为他非常的无私 所以很多游客也被他感动 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收藏 送到这里来让他来陈列 好 我们继续请教你 两万多件 现在还在还有新的再送进来吧 有有有那就是联合报5月23号 报纸一报的话 有人打电话来 说也要送公益 对啊 他说你的福岡楼街几号 我说你的电话从哪 他说我都去找啊 脸书里面去找 他找到了 他又送来 还有四次有一个铁路局退休的一个林先生 他也看到报纸 他说我奇怪不好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板桥 好 我给你地址 你不能够 所以这样的东西 从那个联合报这个报导 又增加了十几件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都是有一些像那个 每样各东西都有了 有一些叫鸡血石的 泥螺火 还有什么其他的木雕 他说我分享给你 我很高兴 我说我太太的讲 她说一报导的话 你这个东西更多了 这么增加这么多东西 那你怎么摆啊 我说我自然都还会去摆 你将来如果连二楼也摆满了 怎么办 满了我还想办法 还是想办法 对 我听说现在当地 这么多旅游车会来 而且报纸也这样报道了 所以以后观光的人会更多吧 来看的人会更多吧 你觉得会不会更多 观光客 来参观的人应该会更多吧 其实 现在没更多 最多的话 其实它是这样的 游览车它是 时间限定时间比较多 但是来看的话 因为我 它有的时候一个团体 来十八部游览车 它分九部九部 分散到我家里 但是它会拜托我导览 导览的话 整个里边的内部 后发言 这样 所以这个游览车 不要新闻媒体报道的话 它它们都自动 把这儿来的 这样 那当地 湖口的地方政府 比如说政工所 这些 这些 有没有 有没有把你列成 把你们的博物馆列成参观的 游览的 也列了 有有 你四人博物馆嘛 它它是我们福口老街 有十几个景点 值得看 它到我 我的家里的牧师发言博物馆 你们就被列入 也列列入 这个 因为我在新竹县政府 它福口相公所 对 还有我们有个大沃口 那个发展市区 它有列入 所以在网络 我家里没收网络 但是这个 我们老街那边收网络 做的可以看到 就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是啊 查到这个 好 我相信将来 包括我们节目播出以后 会有很多人更有兴趣来看 现在在馆里面 除了你自己带导览之外 还有其他的 有请其他的导览人吗 是这样 都是我一个人在导览 不过我在一个小生女 从三岁的时候 大概有跟祖父爷爷 有这个基因还是怎么样 那三岁就当小小小导览 到了我现在都 男孩子 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十年前 心肌梗生 但是我还是平常心开放给大家参观 我认为就让我日子过得很好 不过我也希望说有一天能够 我人生最后的终点只要走嘛 我有特别交代我女儿 我说你能够传承爸爸 他说只要爸爸的语言有这样 我可以这样做 OK 这样 那女儿现在有来帮忙吗 现在女儿 她都住台北嘛 两个女儿都出嫁了 她也有家事 不过她是跟我的 尤其我小女儿个性 跟我不要接近 不要外向 今天带我来 她说爸爸 你这些东西 我要怎么 将来怎么 我说您 只希望您在乘词 对啊 对啊 这么多的收藏 两万多件 说实在 如果后面没有小孩子 愿意接手的话 会蛮可惜的 会蛮可惜 对对对 我都说 基本上 既然开放十几年 有三百多万人来参观 参观 我交到很多朋友 都合得更快乐 那么我做 以这个为主题这样 好 如果我们看我们节目的一些 观众 他们觉得 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到湖口老街 大概可以怎么玩 那边有什么可以吃啊 玩的点 然后再到你们这个 牧师花园博物馆 那周边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顺便可以玩的 我们的周边 除了我们老街 有十几个点 都有可以看的 还有我们周边 后边山上 有战车博物馆 牛车驿站 还有步道 都把它我们福口老街 带动这么一个 还有一个八角楼 这都有一个历史的典故 八角楼 八角楼 对 所以都可以参观 都可以参观 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因为湖口老街 离我老家算蛮近的 所以我以前有时候会带我爸爸妈妈去走一走 我的感觉是真的 大概一天吧 一天是足够的了 就白天进去 在那边中午在那边吃个饭 对不对 然后周边这样看 然后顺便现在还可以加上你们的牧师 花园博物馆 多好啊 对不对 是啊 好 那你现在平常如果到了假日的时候都会回去嘛 对不对 那你平常那个东西它需要常常清洗吗 那些收藏需要常常清洗吗 对对对 需要吗 有 因为有很多 你都知道 有些是放在户外嘛 有些在户外的 都在户外的嘛 也有户外的 对对 也有室内 那你户外的有时候就需要 需要做一些擦拭啊 整理嘛 对不对 因为户外的东西 第一个不怕风吹雨打 陶瓷的东西 但是会脏啊 瓷气的东西 那都把它在户外 在发言的地方 那你这样的话 平常也没有人在那边管理了 平常一到五都没有人在那边看着它咯 没有 那这样的话你也是蛮放心的 这么多收藏你蛮放心的 我一般是上午八点 都开放 那么到下午六点 如果是游览车 比如说晚到 我还是会 在那边等 等他们来到以后 我们才休息 收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也让自己 如愿的 成立了一个博物馆 我如果问你的感想 就是说你觉得 这么多年来 这些收藏 还有这个博物馆 带给你什么样子一种快乐 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 这些收藏 这个 我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个小小的 从那个小玩意的东西打出这个知名度 不过我还是说有生之年能够继续把这个博物馆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了 这非常有意义的事了 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把自己的收藏当成是 大家可以公租于世 大家可以来分享的话 其实在国外有很多收藏家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很高兴跟牧师花园博物馆的馆长 郑荣市郑馆长 我想他非常的可爱 而且非常坦诚 我们希望好不好 有机会我也到这个老虎口来看你 然后看看你们的博物馆 好不好 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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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记住在老虎口牧师花园博物馆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